大家好 在最近乌克兰保家卫国的这场战争当中 有一个词被反复的强调 就是人道主义救助 这个人道主义救助对象非常广泛 你比如说双方被俘的士兵 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 参与的组织也特别多 有专门过来提供医疗的 有专门负责难民安置的 甚至有专门过来做饭的 其中最大的一号组织 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十字会 这个红十字会的名字 咱们一点都不陌生 所以今天咱们正好就来讲讲 这个组织的历史 红十字会创立在19世纪中期 在此之前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去关注战争中的伤兵 因为伤兵 普通的大头兵 一般出身比较卑微 甚至好多都是强征来的 也有很多都是所谓的社会渣子 你相信尤其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 那个军官都是贵族 对自己的兵都不当回事 不闻不问 说这个士兵跟军坦一样 越打越结实 你想想那对敌兵更无所谓了 所以这个什么伤兵 俘虏难民 大部分情况就是被扔在那的 自取自灭亡 自生自灭去吧 直到1859年 一个叫亨利杜南的瑞士商人 去找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谈事 当时呢 拿撒尔呢 正在意大利和萨丁王国联合对抗奥地利 两边呢 在一个叫这个索尔费里诺的小镇附近激战 这个索尔费里诺战役呢 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 国王亲自带队上阵的战役 法国皇帝和这个萨丁国王 还有奥地利的这个皇帝 奥地利皇帝就是CC公主 他老公都亲自上阵打得非常惨烈 九个小时之内啊 双方的死伤足足有三万多人 这个亨利杜南呢 作为战役的见证者 惊于战争的惨烈程度 一看这个前线士兵 连最起码的医疗都没有 一旦受了伤 只能靠自己撑着回后方 要是伤重 就会被丢在前线等死 震惊之余 亨利杜南连事都不谈了 开始组织当地居民 对受伤的士兵进行救助 而且呢 不分阵营 不管你是法萨联军 还是奥地利的士兵 都能得到一定的医疗援助 回到瑞士之后呢 杜南就开始着手 建了一个中立的战场救助组织 1863年呢 杜南联合日内瓦当地的几个名人 建立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 也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 红十字会的前身 委员会出台了日内瓦第一公约 包含的十项条款 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 为武装冲突中的伤兵 占地医护人员和特定人道机构 提供保护 并且呢 保证他们的中立性 参与公约的国家有12个 主要呢 就是法国啊 荷兰啊 这样的欧洲国家 同时呢 委员会引入一个战场医务人员 普遍使用的 独一无二的保护性标志 就是戴红十字的这个白色闭环 现在的红十字会标志里的红十字 就来源于此 实际上更这个更直接的这个来源 就是瑞士国旗 你看瑞士国旗就很像那个红十字会的那个标志 只不过它是白十字 红底白十字 是吧 从诞生之日起啊 委员会的影响呢 就开始快速扩大 欧美各国呢 纷纷加入这个行列 到了1876年 委员会呢 正式改名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沿用至今 到1901年 杜南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 到了20世纪以后呢 红十字会凭借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呢 都有不少活动 1914年 在一战开始之后不久 红十字会就成立了国际战俘局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呢 就是负责这个联络战俘跟后方啊 当时的通信条件跟现在不一样 人一旦上了前线 立刻就音讯绝无 尤其是被俘虏的 家里人来生死都不知道 不像今天的俄罗斯被扶的士兵 还能跟家里打电话 哪一会儿哪有这事 国际战俘局啊 是一个重要的联络渠道 通过国际战俘局 家属至少能知道人还活着 被扶的士兵呢 也能靠写信慰及自己 为了让战俘的家属了解情况 红十字会甚至印制了一批明信片 上面印着战俘营的景象 大多都是呢 比较让人安心的场景 比如这个分发家信啊 或者运输物资啊 就这些除了信件联络呢 国际战俘局还是战俘交换的中间人 经过国际战俘局的调停 一共有二十多万战俘 得以通过交换回国 战后呢 又有四十多万战俘 通过国际战俘局被送回祖国 不至于客死他乡 因为一战中出色的表现 在1917年一战结束的前一年 红十字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这也是一战四年里边唯一一次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到了二战 随着战火扩大到全世界 红十字会呢 开始面临着巨大的难题 其中最大的一项问题呢 就是纳粹德国拒绝遵守日内把公约 并且呢 把大批犹太人丢进集中营搞屠杀 红十字会始终没分儿 跟纳粹德国在集中营的待遇问题上达成一致 而且红十字会呢 为了避免其他工作受纳粹影响 官方也不敢给纳粹施压 只能对集中营和屠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有采取任何应对的手段 这成了红十字会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不过呢 即使如此 红十字会呢 仍然出现了几个赶下判断的英雄 其中最大的一位英雄呢 叫路易·黑夫利格尔 1945年的3月 党卫队通知红十字会 同意红十字会探视集中营的要求 前提条件是 这些探视代表必须留在集中营 直至战争结束 红十字会呢 就派出了十名代表 这个路易呢 就被派到了毛特豪森集中营 随着美军攻势逼近 负责守备的党卫军 想直接炸了集中营 毁尸灭迹 为了保住集中营里的六万多人 路易就打破了红十字会的中立原则 主动向附近的美军发出警报 虽然最后集中营的人 被及时赶到的美军救下 但是路易呢 因为擅作主张 并且违背红十字的中立原则 被谴责 甚至被除名 直到1990年 红十字会才为他恢复了名誉 实际上啊 由于红十字会的国际声誉 就算纳粹德国不守规矩 但是碰上红十字会 还得给几分面子 所以这红十字会的工作 尽管看起来非常危险 但总体来说呢 还是受各国保护的 而随着二战的这个结束 特别是后来冷战的结束 红十字会的工作 反倒危险了起来 20世纪90年代 红十字会一共有29人因公殉职 是损失最多的10年 二战那几年都没有这么多人殉职 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啊 已经很少了 大多都是地区冲突或者反恐冲突 这种情况之下 经常有违背原则的势力出现 你比如说恐怖分子 或者地方土匪军阀 这种人管你什么红十字 绿十字 白十字呢 现如今大部分人生活在和平当中 经常会觉得这红十字会没啥用 再加上之前呢 国内传出的红十字会的腐败问题 不少人对红十字会的印象啊 都是偏负面的 但是呢 那些身处战火的难民和战俘 红十字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望 就拿这次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卫国战争来讲 亚素钢铁厂里投降的几百名乌军士兵就接受了国际红十字会的登记 后续的战俘交换工作也会在红十字会的协调下展开 俄罗斯总想耍什么花招 也得掂量掂量 虽然俄罗斯那些议员啊什么的 是吧 口炮党啊呀把他们全部处决都当战犯 不可能的 哪怕现如今红十字会有种种污点 但是在子弹纷飞炮火连天的战争当中 红十字会仍然是弱者的最后希望 也是人类没有抛弃人性的一个象征 好吧 关于这个国际红十字会啊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